在今天的幸福達人當中 我跟建制要來介紹給大家一間很有設計感的旅店 建制我先說這邊原來是一個 我很羨慕在鬧區當中的兩層樓平房 然後那時候在這裡常常辦很多藝文的展出 可是默默的它就拆掉了 然後就蓋成一棟像今天這樣子 非常有設計感的旅店 它整個空間的色系就跟一般人走的不一樣 一般人都要盡量的明亮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飯店它是滿特別的 它在台北市東區的一個景象裡面 那旁邊都是一些住宅區域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就是說 它的外觀跟整體的設計是種比較神秘感 深色的神秘感 因為它整體外型不會讓你覺得很突兀 好像很華麗感 或者是好像很特別 它是一個很炫的一個上空 而是它走的比較低調的一種深色系的材質 去營造出它有一種神秘的特質 這種後現代工業風氣它裡面用的材質 就有那種比較質樸的感覺 它的材質其實我用了滿多 就是講一下可能是食材或是木皮之類的 對 我們一進到這個飯店可以知道它主要的建材都很特別 因為譬如說它用大量的天然的木皮 對 然後它用譬如說那種水泥板模的那種感覺 去做那個牆壁的材質 然後可以看到它用很多紅銅的材質 去做這個牆壁材質的一些變化性 OK 所以這個後現代工業風在材質上面就滿多的元素 是平常我們比較少見到的 我們先講它在義樓這個餐廳 我覺得用餐的氛圍滿棒的 當然餐點好吃不在話下 我們先看它非常善於利用它空間挑高的這個優勢 對 因為它其實這個空間當中 它除了一般的高度之外 它也有挑高區塊 對 那我們可以知道它的整個天花板 用很多的復古的鏡面 對 那特別一提就是它的鏡子 除了復古的鏡面之外 它還有做一些特殊的效果處理 所以它不會像很現代感的那種鏡面 每一片都長一樣 它會有一點好像色差的感覺 其實那是一個特殊的效果 OK 而且它的鏡面有的是貼附平面 對 有的是 像是可以旋轉一些角度的那種 百葉格柵的那種概念 對 它用這樣的方式等於是說 讓這個鏡面跟這個所謂的 屏風的材質結合在一起 讓它有點旋轉的角度 讓自然光可以透露進來 OK 那在某種程度上 它也可以阻隔那個熱氣 但是有時候它也是可以透光進來 讓這個空間當中不會太過於鋒膜 我覺得鏡面用的最好是 就是它的水晶燈 水晶燈可以透過各種 不同鏡子的角度去反射 然後我覺得空間的那個華麗感 是靠這些光影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它用這種水晶燈的華麗感 跟所謂光月風的一些原木材質 跟一些復古鏡去融合成一個 比較衝突的感覺 比較像後現代風格 它常會呈現的一個效果 那現在我們在這個地方是它的三樓 其實它三樓有兩個區塊嘛 後半部是它一般Check-in的地方 那我們所在的地方是它們的一個 很棒很舒服的一個小酒吧 千宇在這個三樓的休息區塊 它的天花板跟牆壁面的材質也蠻特別的 因為這個材質它一樣深色系 它其實是一個鑄鐵的鐵板 但是它有印模印出那種比較復古的造型 那其實可以看到它不只是牆壁跟天花板 有這樣的一個印模的鑄鐵的造型之外 它還搭配一些復古的鏡面 其實讓這個空間也有放大的效果 那另外特別一提就是說 像它這樣的一個鑄鐵的一個材質 其實摸久它會有那種歲月的痕跡 那搭配它地面的這個木地板的材質 我們可以看到這木地板的材質 它可以用石木的 讓你就是在行走的時候 它會有刮傷 然後會有那種使用過的痕跡 那也代表一種歲月的痕跡的設計方式 所以不管這個鑄鐵板將來有點生鏽 或是我的木地板被刮花 其實都會是這個空間設計的一個部分對不對 人的痕跡會留下來 好 那麼其實在公共空間 都這麼有想法跟設計感了 其實它的每一間房間也都很有看頭 我們就帶大家去看看這間設計旅店的房間 在這間設計旅店當中 其他房間數不多 大概四十多間 可是每一間的房門呢 都很特別 它這個房間門 我覺得蠻特別是 它用銅門的設計方式 都是紅銅對不對 對 那這個紅銅 其實摸了會有指紋 其實當初我也有質疑說 那這樣摸完不是會 好像很容易髒的感覺對不對 後來才知道說飯店 他們這邊的一個設計的方式 就是希望說這個紅銅 它有觸摸的痕跡 會有歷史歲月的感覺 會有一種使用過的那種特別的設計感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門摸的人可能手聞 溫度濕度不一樣 每一個門都會有不一樣的表情對不對 那進門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房間的動線 安排蠻特別的 其實在東區的這樣的一個飯店 它的面積其實不大 每個房間都有點小 但是它設計的感覺 讓大家覺得很有巧思 它的動線是一進門 是一個所謂沙發區塊 對 那這個沙發區塊 走進來還有一個工作座的區塊 然後進來才是睡眠區域 它讓你就是這個房間門一打開 不會馬上看到床 隱私性還蠻好的對不對 對 非常有隱私性 那再來就旁邊就是廁所的部分 對 這個動線就是一進廁所 先看到漂亮的古典浴缸 然後再來就是麵盆跟碼頭跟淋浴間 這樣的一個次序安排 是顛倒過去 我們對於一般這個商務旅店 或飯店的一個印象 我覺得蠻棒 因為它的這個馬桶跟淋浴間 又是再轉進去了 是的 所以那個地方就算你沒有門 其實我這樣看過去 我覺得它隱私性也還是很好的 是 剛剛我們有講過 整個空間走的就是一個 後現代工業風格 所以你會發現 每個房間它所配的這個家具 還有用的一些軟件 甚至是皮革 也都也都蠻復古的耶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家具 整個小沙發的部分 就是一個很復古的感覺 它旁邊包覆的這個木皮的設計 那旁邊的這個工作桌 跟工作椅 跟旁邊的一個小單椅的部分 其實這個椅子本身 它都具有這個復古風 工業風的這種感覺 很像以前的會計 或者是報關行 會用的那種桌子跟椅子 就是很有那個味道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越用越會有那種很特別的質感 那再來就是睡眠區的工作區的中間 它有一個小小的插水台 那這個地方它可以放咖啡機 然後下面可以放冰箱 我覺得這個空間轉換也相當好 那再來就是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床的睡眠區域這個區塊 它床頭是用馬鞍皮做一個 半高的矮牆設計 馬鞍皮這種材質用在 直接床頭會碰到的地方比較少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知道馬鞍皮 它也是用久了以後 會越有那種皮革很特殊的 那種油脂亮光的設計的感覺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 這個飯店設計的蠻好 就是說它用馬鞍皮做床頭牆 其實也是讓旅客能夠 去使用它之後 去感受到那種家的溫暖 所以我們從剛剛看到 它用的一種原木的地板 石木地板 鑄鐵的赤板 馬鞍皮 紅銅門 這些東西都是 越用越久 越有歲月歷史的痕跡 反而會讓這個飯店 會有另外一種味道 對 OK 建志我聽說 你在這個空間裡面 你身後這個牆面 好像每個房間都有 對 因為這個牆面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水泥 我把它拆開來之後 那種很特殊水泥的表面 楓葉楓的一種效果 對 那在每個房間 它都至少會留一個區塊 去做這樣的一個材質的搭配 那旁邊再搭配燈光 我覺得這個效果也滿好的 所以每個房間都有 但在的位置不同 你可能要花點心思 自己去發現 那也是另外一種樂趣了 好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間旅店 如果你有朋友要來台灣 甚至是你自己想要來體驗一下 我覺得也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住在後工業風格的空間裡面 會有一種復古懷舊的味道